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剪輯軟體 它叫做FlexClip 它可以快速讓初學者 讓沒有剪輯經驗的人 快速剪出他們心目中想要的影片 但是如果你想要增進你的剪輯能力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用一個免費剪輯軟體的話 那這個軟體就不適合你 你可以立馬把這個影片關掉 這個FlexClip剪輯軟體是公司免費提供讓我來跟大家分享的 我覺得它最有特色的就是它可以一直使用我們的Stock Media 就是我們平常要付費的影片、音樂跟照片的素材 這些Stock Media、照片、影片跟音樂的部分 你都可以自由的使用在任何的商業影片當中 我覺得這個軟體非常適合給小小的店家 像是你剛創業 你剛開了一間飲料店之類的 你想要分享一下 我們的飲料店是怎麼製作 然後我們用什麼原料 你用手機簡單拍的小影片 我覺得你非常適合用這個軟體來製作 因為你可以增加更多的Stock Media 更多的音樂、影片、照片的素材 讓你的影片更加的豐富 然後你也可以增加一些自由的文字 像是我們有九折優惠 或者是我們有五十元的折價券之類的 你都可以快速製作影片 然後放到你的社群平台上面 讓大家更知道你的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進電腦 然後來剪輯一支小小的短片 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FlexClip這個剪輯軟體 還有我們可以多麼快速製作出精美的小短片 那進到這個剪輯軟體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挑選我們想要的模板 像是我覺得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我們就點選它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編輯我們的模板 進了我們的編輯頁面 我們就可以快速來編輯我們任何的素材 像是我想要來編輯這邊的文字 我就可以來編輯 我想要來改變這邊的紅色點點的顏色 我也可以來改變 我想要改變它們出現的動畫效果 我也可以輕鬆的來做改變 片段跟片段中間我們可以直接來點選 然後來製作一些轉場效果 像是我想要這個Fade to White 我們影片就會有一個Fade to White的轉場效果 接下來我想要讓後面這個影片 變成我自己用手機拍攝的小小片段 我們就直接來我們的Media 然後上傳我們的檔案 匯入媒體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來螢幕錄影 或者是使用你的視訊鏡頭 我們就把我們想要的片段直接拉到下方 調整一下我們想要的影片長度 那我們就成功的把我們的影片片段 放到我們的影片當中啦 如果我想要使用它模板上面的素材 丟到我自己拍攝的影片當中的話 我們就直接選取我們要的素材 Ctrl C 複製 直接Ctrl V 就可以直接貼上到我們自己拍攝的素材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持續剛剛這些步驟 把我們手機拍攝的影片 放到我們的影片當中 那我們保留模板的開頭 我們中間有一個擠乳液的畫面 跟一個開保養品的畫面 那其他的都是我用手機拍攝的 那如果我們想要增加文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我們的Text 找到我們喜歡的文字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拖移到我們的畫面當中 打入我們想要的文字 挑選一下字體 改變這個文字的出場畫面 我們就簡單的製作出一個有動畫效果的字卡 那我們就持續剛剛的步驟 我們就把所有的片段增加我們需要的文字內容 OK 那我們就快速的增加我們每頁的文字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Overlay 像是這個片段我覺得看起來蠻無聊的 我想要讓它變得更有趣 我們就可以來到我們的Overlay 找到我們的裝飾性的Overlay 像是這個泡泡 挑選一下我們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簡單做出像這樣的動畫效果 接下來我們到這個元素的頁面 那我覺得這個畫面當中 好像這裡少了一點什麼 我想要讓它多一個獎牌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它在這裡多一個獎牌 讓這個商品好像是什麼人氣首選的感覺 接下來我覺得這個片頭 這個女生我覺得不太喜歡 我想要讓它變得好像 有點陽光有天空的感覺 我們就直接到我們的Background 這裡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Stock footage的部分 那我們就簡單打入我們想要的關鍵字 我們就可以來尋找一下我們想要的片段 像是這個 有陽光的感覺 裁剪一下我們要的片段 就可以直接匯入到我們的影片當中 像它現在是整個填滿 我想要讓它縮小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Zoom 讓它縮小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個影片的片段有點太暗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Adjust 來調整一下它的曝光 我們的對比 色溫 跟我們的飽和度 那我覺得它這個片段有點太慢了 我們也可以來調整它的速度 接下來來到音樂的部分 我們可以上傳自己的音樂 或者是我們一樣也使用音樂資料庫上面的音樂 目前使用這個模板 它已經有預設一個音樂了 那你如果不喜歡 你可以直接到我們的Stock Music 音樂資料庫來尋找我們喜歡的音樂 像這個音樂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就直接點選Use 我們就可以直接丟到我們的影片當中 如果我們的音樂想要從中間開始播放 不想要從頭開始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到我們的採檢音樂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增加一下浮水音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增加文字 或者是Logo的部分 你們公司Logo的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支影片到底是哪一間公司做的 大家才找到 然後你們公司來購買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丟上我們的浮水音 那最後這個more的部分 就可以來挑選長寬比 那這裡像是有1比1的部分 你就丟在Instagram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正方形的影片 會比較好觀看 那我自己是覺得它放在more 我覺得不太好 這個ratio 這個長寬比的部分 如果放在template的最上面這裡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如果已經做好一整支影片 然後才來挑選我們的長寬比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像是我們編排好的文字 跟我們的圖的位置 都會整個跑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在編輯這個影片之前 你要先挑選好你要的長寬比 不然你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來重新調整你的構圖 最後編輯好我們的影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左下角 這裡可以預覽整支影片的效果 那最後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輸出影片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右上角的輸出 挑選一下我們想要的影像品質 輸入一下我們的影片名稱跟資訊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輸出影片囉 再完整的播放一下這整支影片 讓你知道 你也可以簡單的製作出這樣的效果 我們會不會推薦給每一個人來使用 因為它有特定的族群 像是你開了一間小店 你想要經營一下你的粉絲專頁 那你粉絲專頁都放文字會不會很無聊 超無聊 都放照片會不會很無聊 也很無聊 那你可以拍一下你的幕後花絮啊 或是一些小小的生活小短片 讓大家知道你的企業 或者是你的小小工作環境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你就用你的手機這樣簡單的拍一拍 丟進這個剪輯軟體 增加一些有趣的音樂跟影片 你就可以簡單的製作出這樣的影片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小店家 他們不願意花幾萬塊 請我這種攝影師 然後幫他們拍攝 幫他們剪輯 他們可能只是需要一個 我們現在有95折優惠 或是我們現在有發放50元折價券 之類的這種小小訊息 那他們就可以這樣簡單的製作 放到他們的Facebook粉絲專頁 讓大家知道他們有這種活動就好了 他們不需要一個高品質的影片 那這個軟體就真的非常非常適合你們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FlexClip剪輯軟體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